台湾中油公司18号宣告台南前锋路加油站达成110年度 那么组织碳中和目标那么举办受证仪式 台湾中油表示前锋路站是全国第一个碳中和加油站 也是全球第一座采用PAS2060规范 而且经由BSI英国标准协会进行第三方查证完成的组织碳中和加油站 通过仪式也展现中油公司配合政府2050净零碳排放 政策的相关决心跟努力 中油公司新任董事长李顺青特别南下 到台南前锋路加油站举行受证仪式 他说前锋路站是全国第一座碳中和加油站 也是全球第一座采用PAS2060规范 经BSI英国标准协会进行第三方查证完成的组织碳中和加油站 经过详细的一个盘查 包括盘查他的排放源 还有他的数量 那用了很多方法 包括去算他的用电 用油 用水 还有再生能源的一个花电量 然后再加上我们提出的一些减碳措施 那最后算出他的剩余的碳排放的量 我们去取得沾冰的一个风力花电 他的一个绿电 所以这样子完成台湾第一座 PAS2060碳中和的加油站 受证仪式跟邀请到台南市长黄伟哲 经济部环保署等单位共同见证 李顺青说前锋路站是黄金级绿建筑 也是全台第一座多元智慧能源加油站 未来会持续带动国内企业朝向 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努力 将环保与永续的概念融入营运 善尽企业社会责任 留给下一代美好环境 记者综合报道